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意念成为一个行动 圣经里面他这样讲说吃完饭的时候 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中 其实很多人读到这里会觉得说 对啊 那是魔鬼的事 是魔鬼做错 犹大很无辜 是魔鬼把一个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的心中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在面对 仇敌 恶者 撒旦 把各式各样不好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中 每个人都是 每天都是 圣经里面讲到说 我们的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 撒旦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其实每一天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仇敌都会把很多不好的一些念头放在我们里面 小的时候我唱一首主日学的一首诗歌说 我们心中两个王 两种声音 两种势力都在我们里面 一方面仇敌把一个不好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 而另外一方面圣灵把一个美好的神的旨意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你不能说撒旦 犹大这样做是因为撒旦 撒旦天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关键在哪里 第一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被提醒说 撒旦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可吞吃的呢 我们不能够说 撒旦你不可以来引诱我 你不可以把一个坏的念头放在我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 让我不成为撒旦可以把我吞吃掉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撒旦没有办法吞吃的呢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 什么样的人是撒旦会吞吃的呢 我们的身体 仇敌如果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 关键在我的身体有没有破口 如果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破口 仇敌就很容易借着那些破口 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 比如说我里面有一个不饶恕 我里面就是很生气 我看到这个人就很生气 我有一个不饶恕在我里面 撒旦很容易就借着我里面的那个不饶恕 把一个怨恨苦毒 想要报复人的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意念 放在我们甚至我要攻击他 我要想什么方法去整他 撒旦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 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破口 那个破口叫做不饶恕 求主帮助我们 我还是说撒旦天天都在我们的耳朵旁边 在我们的眼目旁边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 想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塞到我们里面来 但是关键在我的听有没有破口 我的眼目我天天喜欢上色情网站 然后我说我没办法 是撒旦 不是我自己有没有留一个破口 让撒旦来攻击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不要不要想想 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些破口 以至于仇敌常常借着那个破口 把不好的东西放在我里面 求主提醒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